首先 拋出政黨大聯盟 主要是非常憂心 現在在野力量的換散 那麼如果政黨不能輪替 那麼台灣民主將繼續被民進黨的霸道所宰治 兩岸也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兵凶戰危 我們的內政持續失修 然後黑金繼續猖獗 所以現在政黨輪替 不管是我在選區奔走 以及看各項的民調 都是台灣人民最大的公約數 在這最大公約數底下 可能有政黨輪替偏侯友誼派 有政黨輪替偏柯文哲派 有政黨輪替偏郭台銘派 或有政黨輪替偏其他人派 但是要能夠讓這些人當選總統 要能夠讓台灣的民主得到一個反轉 不要再繼續沉淪 這三個人或更多人 他們上面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 就叫做政黨輪替 所以政黨輪替的概念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我必須說很遺憾也很抱歉 昨天拋出了政黨輪替大聯盟之後 我看到媒體的標題就寫上了說 是不支持侯友誼 這也是為什麼我決定取消記者會 那那個又改用網路的形式 來跟大家訴求政黨輪替大聯盟 我要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政黨輪替為什麼可以跟不支持侯友誼 畫上等號 這個邏輯我聽不太懂 那更重要的是侯友誼市長 在被國民黨徵召參選總統的那一天 我也在現場非常感動 他喊了三次我要政黨輪替 完全說中我心裡的話 侯友誼市長也是支持政黨輪替的 那為什麼支持政黨輪替會等於不支持侯友誼 這個邏輯我希望大家來幫我一起想想 到底是什麼問題 那當然政黨輪替 這個政黨輪替的大聯盟 他的概念就是給侯友誼 給柯文哲更多的時間 讓他們用他們的努力 用他們的願景 用他們的政見 然後去說服台灣的民眾 我們這多數主流的政黨輪替的意見 希望大家說服大家 他們是最能夠帶領大家實現光榮的第三次政黨輪替的最佳人選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民主制衡的合作 那我想應該每個候選人想要參選總統 沒有政黨輪替輪得到你當總統嘛 這不就是基本的前提問題嘛 那追求政黨輪替誰最有能力 應該有信心 我相信侯友誼市長一定對自己有信心 我也相信其他的任何的主的想要參選總統的人 應該也會有信心來實踐政黨輪替 因為政黨沒有輪替就輪不到你當總統 這是一個合一的邏輯 就我所知侯友誼的民調起起落落 有時高有時低 有時第一有時第二有時第三 為什麼你一定要拿第三的那個出來講呢 所以本身把政黨輪替打為所謂的不支持侯友誼 這個框架坦白講我覺得對於侯友誼並不公平 事實上我是國民黨的一份子 我是國民黨的黨員 對於國民黨我有情感跟身份上的義務 我會支持侯友誼 可是我個人的情感 個人政黨身份上的義務 並沒有辦法超越台灣民主的總體目標 最重要的即刻的目標就是政黨輪替 因此政黨輪替跟支持侯友誼並沒有衝突 相反的應該就是讓侯友誼跟柯文哲 努力的在政黨輪替這條路上 能夠合作盡量合作 然後呢相互的來去證明自己是最能夠 帶領政黨輪替的人 這才是今天突破目前混亂的僵局 否則我覺得民進黨也很好操作啊 就開始拉張三打李四 然後去製造混亂跟分亂 那麼請問那誰來監督民進黨 我跟很多的朋友談過 那很多朋友認同這個概念 但是覺得說這概念不是一次的記者會能講完的 所以因此應該用細水長流的方式 大家也不用太急於就是看到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我說過下禮拜之前我會有第一波的一個做法出來 但是會是採取更所謂的堆疊式堆積木的方式來進行 那我不講是哪些朋友給我的建議 但是有各方的朋友給我建議 認為說不一定要用記者會形式來推動這個理念 那我們可以用更多更所謂的 堆疊積木的方式 用互動式的溝通透過社群平台 透過其他的運動 還是可以來推動政黨輪替的這個理念 那這些建議會有點像是在施壓嗎 我覺得我看待任何的建議都不是認為思維是壓力 任何的建議其實都是善意的 即便包括反對政黨輪替大聯盟 或反對政黨輪替的概念我也不認為是惡意的 只是我不懂邏輯而已 因為你反對的政黨輪替就等於侯友宜無法當選 政黨沒有輪替侯友宜怎麼會當選呢 就同樣你反對的政黨輪替就等於柯文哲不會當選 因為政黨沒有輪替柯文哲又如何當選 所以這叫邏輯問題政黨輪替並沒有要排除誰 政黨輪替的意義就是要讓大家站出來去證明你是最有能力 實現第三次政黨輪替的人 我說過要怎麼整合這個就是將來我們要行溯的一個方式跟程序 還有時間慢慢的來行溯這個方式跟程序 可是關鍵還是怎麼樣民意要先鞏固起來 政黨輪替要變成首要目標之後 才能夠讓兩個人整合 那至於整合的方式 兩個人如果願意來好好的談 那願意或者有第三方平台 如果將來社會的公眾人士們 能夠有第三方平台 然後用所謂的公親的方式 公道博的方式 勸和的方式 勸合作的方式 去讓兩個人能夠坐下來談整合的話 您剛剛說的到底是誰整合誰 用什麼方式來整合 那就是這兩個人他們可以談出來的東西 所以還是回到一件事情 不要高估羅志強 我只是一個倡議人 但是我也非得提這個倡議不可 總要有人把這個問題拋出來 才能夠開始進行討論 總要有人先受這一點傷 然後呢 傷口撕開來 我們才有辦法看到真正的問題 政黨一定要輪替 否則台灣的民主將永不見天日 你去期待國民黨去整合民眾黨 是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 國民黨是一個有利益關係的 一個當事政黨 當事者政黨 就像民眾黨 你也不能期待民眾黨來整合國民黨 所以你把責任加在朱立倫身上 那是沒有意義的 當朱立倫說要來整合民眾黨的時候 那就叫做情緒勒索 當民眾黨要來整合國民黨的時候 人家也覺得你憑什麼 你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要有一個政黨輪替很強大的社會共識 抱歉我要強調 這個共識在那邊形成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已經是唯一條路 這共識形成讓這兩個人 有意願可以開始一起整合 沒有主體性 沒有誰主誰從 沒有誰整合誰的問題 你只要進入到誰來整合誰 就有主從問題 就有利益問題 就有利害關係問題 這個整合就註定是失敗的 這為什麼到現在無法整合 所以問國民黨要不要整合這個問題 我覺得你是 國民黨是沒有能力整合的 所以才會今天我那麼迫切 憂心忡忡的必須把這個事情拿出來 說的原因很簡單 我看到433快要已經是成型了 你看民調就是433了 抱歉 主流民調目前是433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還要坐著等民進黨繼續執政 然後讓台灣民主繼續墮落嗎 就是某期間 沒意思 Mart来大便 你大概讓nej、五、六、七、三、六、六、六 你五、数、六、七、六、六、一、四、三、三、髮、六、六、八、七、廣、八、三、六、六、八、六、七、六、六、六